陛下 你是不是在这养小妾了 你小子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 陛下 您放心 我嘴巴最严了 我今天啥也没看见 我马上就走 看来你小子之前是真有病 这是李靖的府邸呀 哦 原来是李将军的府邸 所以你小子怎么会出现在这 钢河渡河他们吹完牛 这不出来逛逛街 钢 刚好就迷路了 你小子咋还结巴了呢 之前也没看到你这么怕朕 朕就这么可怕吗 如果你不让羔羊嫁给我的话 那就不可怕了 我呸 朕的羔羊哪里配不上你了 你小子信不信 朕立马让你的圣旨失效 哎哟 我亲爱的陛下 要不然您把长乐公主许配给我吧 我呸 你小子想的还挺美 要不是念在你是个憨子的份上 朕肯定不会放过你 嘿嘿 陛下你可是出了名的宅心仁厚 能跟我这种脑残一般见是吗 算你小子会讲话 朕准备让李靖来处理火药的事情 既然你撞到了 就一起吧 陛下 老陈现在可没有收徒的意愿 他是房下人 朕可没有这种傻儿子 哦 那陛下今日前来是要干吗 房玄灵的神雷听说了没 老陈虽隐蔽在家 此事倒是听说了 陛下神威盖世 召唤神雷 诛灭血碎 所以此事另有隐情 嗯 那玩意就是这小子拿出来的 真差点被他炸死 啊 差点被他炸死 陛下 您就别开玩笑了 我哪来的胆子 敢杀了你呢 高公公你说吧 确实陛下差点就死在房下人手上 按照剧本的走向 你这会不应该隔屁了吗 嘿嘿嘿嘿 这不是咱们的千古一地心胸宽广 留了咱一条命吗 多谢陛下不杀之恩 臣感激涕零 从此以后 臣必定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嘿嘿 别装了 赶紧跟钥匙解释一下 神雷是什么玩意吧 火药是一种由几种物质制作成的5G 就跟爆竹差不多 会发生爆炸 只不过 这个爆炸的威力比爆竹大很多倍 之前我家 就是我亲手炸掉的 差不多用了五个这么大坛子的火药 火药是有引线的 只要用火点燃就会爆炸 用在工程守成的时候 都极为有用 放在投食机上 直接投出去 就能炸死一群人 陛下 这火药要保密 不能告诉任何人 不能流露出去任何消息 若是威力真的有这般大 大唐开疆阔土的机会就在这里了 哈哈 放心 此时没几个人知晓 配方除了这个臭小子之外 就剩下了50个制作火药的老兵 这50人阵都已经控制起来了 如果消息外转 只能是这个臭小子泄露了 陛下 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 这小子既然都差点杀了陛下 不如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弄死吧 陛下 臣突然想起来家里着火了 我就先走了哈 行了 臭小子不用跑 要是开玩笑的 是啊 伯伯逗你的 我跟你爹是过了命的交情 伯伯跟你道歉 他娘的换作别家小子 生气观真屁事 但这方夏仁阵还得热脸贴冷屁股 可真的惹怒方夏仁 没准又搞出什么比火药还厉害的东西 非要跟自己同归于尽 那不是亏大了 李静 你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这样对朕的闲职呢 你看 这一下子惹怒吓人了 你说怎么办 显知 我错了 这样 为了弥补你 我收你为徒 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如何 关门弟子 吓人啊 君神的关门弟子 那可是无上荣耀 哪怕是朕的皇子都没这个机会呢 大可不必 我怕哪天一不小心就嘎嘣了 老夫对天发誓 刚刚真的只是玩笑 不信 陛下 这老夫没办法了 防吓人 你说个条件吧 只要不过分 朕都答应 我不想娶羔羊 不行 朕需要你这个女婿 那把长乐公主嫁给我 混账 长乐别想 朕可以让你多思考一年 羔羊的事情 可以一年后再说 三年 不行 最多两年 朕的女儿不愁嫁 最多让你拖两年考虑一下 如果你表现得好 长乐也不是没有机会 行 成交 你是第一个跟朕讨价还价的 行了 你回去吧 没你的事了 我是陆痴 陛下 不如咱们一起去烫房府吧 跟着房箱商量一番 她也是知情人 也行 玄灵啊 真的抱歉 我就开个玩笑 瞎人就生气了 哪怕我要收她当关门弟子 她都不肯 什么关门弟子 是啊 朕他娘的是逆子 逆子还不快滚过来 老东西 你喊什么喊 逆子 要是凶事 不是要收你为关门弟子 被你拒绝了 怎么 你们三个准备联合起来对付我 我他妈是不是笑脸给多了 来啊 要说什么 说啊 别 别冲动了 儿子 方玄灵你怎么回事 瞎人这么怪的孩子 你凭什么骂他 瞎人你别生气 朕帮你骂他 李静 本来就是你错了 你的关门弟子很了不起吗 朕配 瞎人当你弟子 是你的荣耀 他拒绝你 是你亏了 房玄灵 朕话就给你放在这里 不准对瞎人大呼小叫的 瞎人未来就是朕的女婿 容不得你放肆 瞎人咱不气了 都是小事情 不值得拿火折子 行了 我又没火药 就拿个火折子开个玩笑而已 总不能就你们能开玩笑 我不能开玩笑吧 行行行 那此事就算两清了 行 老东西 你喊我过来干鸡毛 要师兄的关门弟子很管用的 能让你身份再上一个阶梯 勉强能配上常乐公主了 老东西 你要这么唠嗑的话 那我就有点感兴趣了 那个药师伯伯 之前在你的府邸 你说啥来着 呵呵 之前不是来蛤蟆跳呀 想装蝙蝠虾吗 现在就真相警告了 像我这种老不死的 年纪大了 说的话早就忘记了 李伯伯 你跟我爹可是一起扛个枪 一起上过三楼的交情啊 跟我学习 每日要打熬身体 熟读兵书 至少三年起步 你可愿意关门弟子 你日后就是老夫 最后一个弟子 尊师重道 不得毁坏名声 而且要为我执兵法扬名 你可愿意 不了不了 还是算了吧 逆子 你是不是傻 这怎么就算了呢 要师兄 我这逆子是个脑残 且等我给他治治 怎么这么喜欢这个孩子 我相信陛下的眼光 哈哈 你这个老狐狸